大家好,全世界是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给您请安问好了 这个现在是今天是2021年的3月10号 周三现在是西班牙时间的中午的12点17分 那个告诉大家一个比较沉痛的消息啊 尤其是球迷朋友们啊 指的是足球迷啊 喜欢踢足球的 这个池上斌教练走了 大池啊 大池 这个池上斌 3月6号啊 这都四天前了啊 3月6号就有池上斌离世的消息 简直以为是误传 名人被误传去世的发生过几次 多希望再有一次 但这一次是真的 想起三年多前到福建参加活动 是足协啊 中国足球协会 足协的元老叫韩仲德或者韩崇德啊 我不知道怎么念啊 组织的年近古稀的他福到青少年足球的时候还能跑起来 快70岁了还能跑起来 后来观看一个少数民族的舞蹈 这个少数民族啊 如果是在福建 很可能就是奢族 是吧 这个如果不是全国性的像什么回族啊满族啊这种民族 那福建本地的就是奢族啊 在这个明北啊 闽西的山区里 有一些奢族啊 对方要求足坛的速将也上台跳 少数民族们比较热情 来来来一块跳 是吧 你到了内蒙新疆西藏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云贵川是吧 他要求你一块跳 池上宾作为代表上去 随着舞步跳的像模像样 而且步伐轻盈 我对同来的中国体育报的记者说啊 这个文章是金扇写的啊 金银的金啊 这个扇头的扇 他说 我和池上宾年龄相仿 我比他的身体差远了 池上宾不仅伸手矫健 而且长得像个中年人 他要上公交车 都不会有人认为他是老头 也不会有人给他让座 他确实是70岁的年龄 60岁的外貌 不过啊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说法 越是这身体好的 他越会突发一些疾病 比如心脏病 咯噔一下就过去了 越是这个药匣子 药渣 这个病病歪歪的 是吧 老上医院的人 哎 他也许到活得长 是吧 九病成一 反正像池上宾谁会想到呢 是吧 池上宾我还真见过他 1997年左右 1997年啊 30 24年前吧 97年 我想想我都有点晕菜了 97年 24年前 24年前 那个在大连的街头 我看见池上宾了 他一个人 我在那 我去旅游 闲逛 我也一个人 然后看见池上宾 开一辆美国车吧 比较宽的那种美国车 是别克啊 还是卡迪拉克之类的 池上宾一个人 驾驶一辆车 哎 我一看这不是池上宾吗 是吧 就能跟他齐名的 在中国足坛上 著名的教练也不多呀 是吧 比如说上海参花的徐根宝 北京国安的金志阳 是吧 其他人后来都慢慢都不行了啊 包括原来什么八一队的假秀权 是吧 当然后来 你像北京我更熟一点 是吧 这个什么高红波之类的 原来国安队的球员 后来也当教练了 那更老一波的什么年为四之类的是吧 但池上宾还是 匆忙的走了 这是1980年的中国足球队 后排第三个是池上宾 左三 应该是这位吧 池上宾 四十年前 我和很多球迷都是他的粉丝 他是一代球迷的偶像 代表中国参加过那么多次大赛 还当了五年国家队的队长 对好像郝海东啊 什么那个大王涛 小王涛 其中是大的还是小的 王涛 踢球的有俩哈 可能大王涛 还有谁来着 孙继海 这都是他的队员啊 算是他的弟子 是吧 池上宾啊 还有徐明吧 是有一个叫徐明的吗 踢球的 有一个徐明的商人 不在监狱里死了吗 足球队好像 大连万达吧 也有一个叫徐明的 后来改名叫大连石德 好像 一开始叫万达 好像 这些资历几十年来 也没有几个 他是国家队身体素质最好的一个 和新西兰队争夺世界杯的出现权 对方身体的优势 新西兰白人吗 让中国队很吃亏 但持上宾用他硬朗的身体 和对方硬撞 一点不吃亏 你像原来我们看球 这中国队和欧美的球队 包括跟西亚的伊朗 科威特沙特 在身体的对抗当中 有时候一撞 中国中国人啊 这个一个猎起 当然了 那些踢足球的 要跟普通中国人比 那他一撞我们 我们一个猎起 是吧 这分不同的量级 本身的人种 也存在差异 对不对 他曾经是前锋 后来因防守需要 该踢中后卫 这样的调整幅度 在国家队也绝无仅有 还记得和新西兰决战前 他发出誓言 哪怕这场球导致残疾 也要死拼 可惜中国队 以一比二失利了 那是距离世界杯 最近的一次 也是中国足球 球员和球迷 挥之不去的痛 第一次和池上斌 面对面 是在足坛 泰斗 年为四驾 我近期时 池上斌 已经坐在沙发上了 他仍然像个学生 毕恭毕敬的 对待自己的恩师 那一代的球员和教练 既有尊师爱徒 也有师道尊严 哪里像后来有说自己的教练 恶有恶报的 简直毫无教养 年为四确实是 那一批球员的伯乐 文革后期 一批老运动员退役 青黄不接 年为四到各地打听 有潜力的球员 他亲自下队观察 那一代最优秀的球员 荣志航 李咒哲 池上斌等等 都是从各地挑选的 以至文革结束 中国足球 在亚洲 仍然是一流水平 池上斌经常到北京 不忘 拜访恩师 也是那一代运动员的传统 还算是有情有义啊 再一次面对池上斌 是 96年 在大连 我受体坛周报总编 宅悠远之托 去采访池上斌 因为 因为如果赢了广州太阳神 对当时 叫广州太阳神 对那些球员 都是小个比较多 我现在忘了他名字了啊 大连万达就可以夺冠了 池上斌无疑是个新闻人物 到了大连更知道池上斌的热度 足球城 大连号称足球城啊 大街小巷都在热议 冠军争夺战和池上斌 我知道他很忙 采访他的记者已经排上了队 我没有把握能否单独采访成 赛前找到了池上斌 他说如果赢了 你就上我们的车 一起去棒吹岛 我跟你单独谈 棒吹岛可能有大连万达的那个 有那个他们的训练基地啊 棒吹岛还有好多这个度假村啊 还有好多这个疗养院啊 辽宁省的大连市啊 也在那接待一些 这个重要人物吧 还有好多中央领导啊 这些大咖们也去那啊 我跟你单独谈 如果输了就下一场再说 这应该就是那个大连万达夺冠 那个球迷的欣喜若狂哈 那场比赛大连队获胜了 大连城陷入欢乐的海洋 大连无疑是中国最爱足球的城市 池上宾带球员带领球员啊 向观众致意后上了大巴 也带着我去棒吹岛 吃了刚刚捞上来的海鲜 感受大连足球运动员 享受着市领导一样的待遇 吃完海鲜池上宾和我回忆起 他从一名球员成为职业联赛 冠军队主教练的坎坷路程 好吧 谢谢大家